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展现出了在相声方面的天赋 年仅几岁就当上了天津德云社的经理 面对观众也一点不怯场 热情地跟观众打招呼 就连老郭都说 这不是焦的 这是骨子里的 通过日常聊天呢 你看他对语言的把握 他的节奏和他有时候不经意间抖的包袱 后来我们就很感慨了这个 没有办法 这不是焦的 这个家庭的遗传的骨子里的东西 这很难说 要知道 相声演员首先就要克服对于舞台的恐惧 如果连上台都不敢 就更别提说相声了 除此之外 郭焚洋也不妄为父亲介绍优秀的人才 在德云社二萧拜师当天 郭焚洋介绍了一位小伙伴 让老郭收他为徒 并且嘱咐 让他跟这父亲好好学习 如今郭焚洋已经上学 老郭为此放弃了打拼了20年的北京和玫瑰园别墅 定居天津 还每天早起送小儿子上学 并且连连夸赞小儿子有说相声的天赋 这让不少网友猜测 是不是打算让小儿子当自己的接班人 也因此被不少网友吐槽 老郭太偏心 其实 郭麒麟和后妈王慧 还有一母弟弟的感情都相当不错 对于郭德纲来说 两个儿子守心守背都是肉 相信他哪一个也不会亏待